那么咱们刚才阿姨说了 苦瓜切开以后 把里面的白膜 白筋给它去除掉 这确实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 它让你吃苦瓜的时候 口感变得更加的清脆 而且苦味也会大大的降低 既要苦瓜里边苦味物质的营养 还不希望吃到太苦的味道 您有什么法宝 这个法宝其实挺多的 下面大家看一下咱们家里的调料柜 这里面有蚝油 有沙丝 还有糖 还有辣椒 其实这些都会对苦味有一些遮挡的作用 但是大家最容易接受的可能就是白糖了 这个糖有非常好的和味的作用 比如说过咸的 过辣的 过酸的 或者说有非常浓郁的苦味的菜 咱们都可以适当的放一点糖 这个糖就可以化解这些不愉快的味道 虽然糖是综合苦味等怪味道的最佳调料 但是白糖可不是什么营养丰富的东西 于老师怎么能推荐这个呢 别急 能提供甜味的可不仅是糖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道菜就是南瓜酿苦瓜 这两种瓜都是保进作用非常好的食材 而且苦瓜是脆的 南瓜是非常糯的 这种口味 颜色搭配也非常的漂亮 红黑绿 这是经典的搭配 咸词 咸词 咸咸词 咸词